我們今天非常開心邀請到 全身東山丫頭的負責人陳伯爐 哈囉 你好 伯爐 你原本就是做這個東山丫頭的嗎 我一直也來做餐飲 只是原本不是做這個 那原本是 原本是在早餐店工作 但其實還是 就是早餐店跟東山丫頭應該還是差很多對不對 差很多 那你是什麼契機下會想要自己出來做 那時候本來是要跟人家一起合夥開早餐店 對 可是合夥的問題就蠻多的 他就 岳父就建議我 他覺得風險太高 就建議我說不然就自己當老闆 他願意把手藝跟那個技術傳接給我這樣 所以岳父他們本來就是做東山丫頭 對 本來在嘉義跑夜市 OK 老店對不對 對 OK OK 那你真的自己接了這個手藝之後 這個大概多久的時間 學了多久的時間 我在他身邊差不多半年 半年其實就差不多 學的差不多 OK 但你還要面臨到的是 你一開始是跟他們用一樣的方式在銷售嗎 就比如說 夜市 對 我一開始來台中也是跑夜市 OK 對 就 剛開始是蠻挫折的 是因為就是剛開始我一直以為只要上來賣就很多客人這樣 然後結果才發現哇 蠻不簡單的 對 因為人家就你東西好吃人家也不知道 對啊 對啊 所以一樣的東西你可能換一個地點 其實他就沒有那麼的不一樣的效果 對 還是要在地方耕耘一陣子才會有效果 對 OK 那你後來怎麼去就是面對這一個沒有客人 你是Nobody沒有人知道你的 那時候我就去找就是行銷吧 因為那時候我不知道部落客可以跟他們配合 我就想說去問看看他們說 可不可以來幫我們拍攝 因為我們東西好吃這樣 你好沉看 對不對 看多少錢 如果不合胃口感沒關係 因為有時候口味很主觀 對 口味很主觀 所以說他們就說他們是有在合作的 配合 就來拍這樣 拍完效果也不錯 因為客人來吃一次就會有第二次第三次 合口味的話就一直來這樣 所以算是小小的開啟你一個念頭就是說 因為你一開始開店可能沒有設定好 我要走什麼行銷策略 我要如何去對 對 前置的鋪陳等等 那時候完全不懂 就是遇到的才是去了解去學 可是我覺得這個就是自己創業很需要的一個特質是 你遇到問題的時候你要知道 找方法解決 對 就要去解決問題 對 因為你沒有沒有人可以幫忙你 對 那你一開始在餐車賣 維持大概多久的時間 大概一年半 一年半 對 然後就轉移到店面嗎 那時候遇到疫情 疫情就夜市休了三個月 嗯 就想說這樣也不太行 就想說不然就 邊做邊邊邊找找店面 因為店面比較穩定嘛 可是我覺得你做這個決定也蠻勇敢的 因為疫情是很多人都已經覺得說支撐不下去了 就是店面的也是啊 租金一樣要照算 然後我好像也沒什麼客源 對 所以我覺得你那時候做一個蠻勇敢的決定 我想說就找一個店面穩定經營這樣 就是做長久這樣 我覺得你應該是有 有拜那個忠孝路的土地公廟啦 才會如此 才會如此順利啦 就疫情還敢找店面 我覺得很厲害 就剛好 剛好遇到一個 就覺得蠻合適的店面這樣 不過我覺得 合適的店面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對啊 我也沒有強求說一定要馬上換或幹嘛 就是邊做邊找這樣 嗯哼哼 那你換到店面的時候 生意有下降嗎 嗯 因為我 離原本的夜市有一段距離 所以要再重新找客人 嗯 就一定是 有下降一點 你目前是在 在忠孝路夜市 OK 然後我之前在中華路這樣 好 那真的是有一段 呃 忠孝路它就是一個 很多一些傳統美食小吃的地方 OK 那 你自己覺得說 呃 你們家的東山丫頭 跟其他家東山丫頭 有什麼不一樣 呃 一般傳統的會比較甜 因為吃起來會比較濕潤 口感會比較濕潤一點 對 啊我們就是我們的會比較像炸物 嗯 就是 有有在有在到一定的程度 然後就會 口感上面是比較酥脆的 哦 OK OK 然後也不會那麼油對不對 對 因為就是 東西都有炸一定程度就會把油逼出來 這樣 嗯哼哼 了解 那 呃 可以跟我們講一下說就是 東山丫頭 因為其實 我覺得很多人都還不太知道說 東山丫頭到底是在賣什麼 可能我們知道丫頭啦 丫博子 對啊 啊就一般像 滷味店常看到米血啊 嗯 甜不辣 哎 甜不辣米血 跟什麼豆干啊 丸子類的那些 其實都有對不對 啊我們有一個我們自己的招牌 就是豆皮捲 就是它就是炸豆皮 啊它吃起來就是口感很像餅乾 啊再加上我們自己的滷汁這樣 因為我們有滷過 所以是我們自己的味道 好想吃哦 對它就是吃起來 吃起來就是口感是酥酥的這樣 就外面其實 比較真的是很少 很少吃到 啊也是我們招牌 嗯 OK 今天不行啊 可能 蠻多真的是蠻多人慕名而來 這算是你們招牌 OK 因為東山丫頭 我覺得有時候就是會因為名字 上可能就年輕人不會想買 還是什麼的 對啊 就看到哦 我又不吃丫頭 對 就不會主動上來看 對對對對 這個是一個 所以我覺得你也蠻厲害的是 你有一隻 一個東西是你 嗯 比較特色的 對就是外面真的是比較少看到 OK好 那我想要問一下就是說 你自己在 因為你算是接岳父手藝 嗯 那你自己在開店 然後 你跟他溝通的過程中 會不會很難 其實不會 他蠻支持我的 嗯 就是我只要 我有什麼想法 我一定會先跟他講 嗯嗯 先跟他講 跟他溝通看看 他也都蠻支持的 OK好 然後 嗯 你自己覺得說 那除了 除了這一些 可能沒有客源啊 等等 以外的問題 你覺得還有什麼比較挫折的地方嗎 一開始做的時候 其實 一開始 我們這種東西很費工 就是 從進來 你要丫頭要把毛處理嘛 對 他要穿炭完之後再滷 滷完 晚上再去夜市賣這樣 就是一整天下來就是 其實 那時數的工作是很長 又很繁瑣這樣很累 對啊 就是剛開始就很不習慣 其實 剛開始是真的 哦 每天是 有點 睡幾個小時 就是 是真的是 睡每幾個小時 就起來 哦 又要 拉丫頭 又要幹嘛 其實是有點累 會抗拒這樣 對有點累這樣 哦 對 剛開始真的是這樣 這個應該不是 很多年輕人會做的下去的工作 對啊 因為很費 很費 很費工啊 就是 等於是我一整天都在 都在 忙這個東西 嗯 而且我覺得大多數的 年輕男生偏沒耐心 對啊 啊就是 我們要把他做好這樣 人家願意教我們就把他做好 我覺得這個很 這個就是你 我覺得這應該是 你的東山丫頭的一個 靈魂的核心價值在就是 嗯 今天上一代的手藝傳給你了 對啊 那你也不想要好像 呃辜負他的這個支持這個信任 那你說岳父呃做十幾年對不對 對 那也許在你這一代我們還可以再創造一個十幾年的老店 對啊 這個很難的是現在的社會的轉變太快了資訊太多了 可能有些人 可能只是在網路上就可以賺到錢 嗯 或者是 浩花手機 呃拍一下自己等等的 對 你就會有一個 你可以有一個收入 我覺得當然對很多年輕人來講是鼓勵 可是 上一代的東西有 有時候是需要被延續的 對啊 也是要有人去把它傳接下來 對啊 比如 嗯 像我們之前有客戶是 呃 真的是年輕人回家 嗯 幫爸媽做 可是 跟你有一個相似之處是 好 我們先講 你為什麼會叫真東山丫頭 真就是我太太的名字 OK好 那在這一個 開店 你應該有設計一些自己的logo等等對不對 就是商標這樣子 你會有一個新的形象 對 就是整體的風格就是會比較像年輕人一點 對 我覺得這個就是 二代再接一代的時候會有的一個 新的想法 嗯 對 因為可能以前像可能岳父賣 他們真的是他們也沒有名字 他們感覺就是東山丫頭 對 我說 我們家上口那一間攤車很好吃之類的 但我們永遠不會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可是如果我們今天可以用一個新的方式把它包裝 然後再出發 或者是這個可能會讓他繼續去延續 我覺得這個是很很珍貴的東西 對 那 也 有多少人會想要願意把自己的 職業來規劃先落在這邊 他可能是五年可能是十年 我覺得這個是蠻需要毅力的事情 對 對啊 做事是蠻 蠻辛苦的 嗯 吃的都蠻辛苦 那像比如說岳父教你他是手把手的教嗎 對啊 手把手的教 那你自己現在在 因為原本是自己做 但現在是有 有夥伴跟你一起對不對 對 有請幫忙這樣 OK 那你在這個教程 你要把他 就像岳父教你的時候一樣那樣手把手的教 這一些 可能員工 或者是年輕人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些難 難處在 還好 因為我們都有固定的比例 就是 差不了多少 OK 其實差不了多少 口味上都差不了多少 那我覺得真的是可以 把它品牌化 對 對 未來有在規劃有機會了 好來講一下 波魯你的等中長期的規劃是什麼 有機會當然是可以讓外縣市的人 或是大台中的可以吃到這樣 就是就可能找個夥伴 然後或是說有加盟組之類的 未來 OK好 我覺得 延續一個 比如說我們像 好可能 樸須什麼 滷肉飯 他可能就是 真的是 真的是品牌化的 對 對 可是有一些口 確實你需要經過這樣一個過程 才有辦法讓他真的是這樣保存下來 所以我們也很期待說 欸之後 真東山丫頭可以 先從拓點開始 對 然後可能再做到 欸其實可以去 線上訂購等等的 我覺得這都是有機會的 對啊 那最後我想要問一下 波魯就是 如果說你現在有個朋友 跟你年紀相仿 然後他也想要創業 你會優先給他哪一些建議 優先 就是我覺得 像我們做吃的就 餐點好吃或是和口味算是基本 你要去懂得行銷 或是包裝這樣 嗯 就是可能要邊做邊學 像跟著上現在的風口也很重要 所以你覺得你算是把 譬如說你剛說把東西做的好吃是已經是標配了 譬如說和口味 就是譬如說有的人和口味 算是比較基本 或者是我覺得我們把服務做好 然後我們再包對不對 再包裝出去 但是我覺得像就是堅持就是成功一半 就努力堅持就成功一半 OK 有看得出來你很 真的是堅持很久有點累了這樣子 就是有點沒精神 就是感覺想像一下說 欸你明天就還要再繼續弄這樣子 對啊就還好 可是我覺得會撐過去 對啊就是那個辛苦 像你現在也可能覺得覺得說 欸比較鬆一口氣了 對啊我覺得那都是一個過程 就慢慢有在伍丁這樣 那今天非常謝謝伯爐來讓我們專訪 然後我覺得看到很難得的是 一個年輕人但是他 不是很張揚 也不是那麼的 好像 一定要 做短線的生意 他是想要做一個很長久的生意 然後延續 樂父的口味 我覺得這個是他這個品牌最核心的價值 那也提醒到我們說 欸其實我們還是可以添加我們自己的一些想法 創意進去 不見得說好像一定會跟 上一代有一個衝突 我們是可以很好溝通的 我們是可以很好溝通的 這是我在你身上看到的 因為 從你口中講到 家人 岳父老婆 全部都是 很支持我這樣 對好 很美好的那一 那一面 所以我會覺得 這個也是我們可以去思考點 那今天也謝謝你來 謝謝 謝謝 理解 焦